可能就是像剛剛那個同學 像那個JsonEdit 其實它主要就是這個 貼的時候可能就切到那個TEST模式 然後呢 切過來的話就是樹狀結構 就是把它當成一個物件 來去解析啦 所以我的習慣是把它貼過來之後 把它看一下 它的外層是不是一個大刮弧 還是一個中刮弧 如果是中刮弧的話 那個Json物件後面就不要有刮弧了 如果它是一個大刮弧的話 那你就要把它展開來 像剛剛那個展開來 它有個recourse 這個地方沒有 所以刮弧後面就不需要去加什麼 加任何的 所以剛剛我們在Json後面有沒有 後面沒有加刮弧 可是上一題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大刮弧 所以後面的話 它就是會需要跟它講說 你要在這個大刮弧裡面 那你要找哪個key 應該可以懂這個道理吧 所以其實Json就是兩個 一個是大刮 一個是中刮弧 所以以後你就敏銳度高一點 看一下 到底是中刮弧 還是大刮弧 反正就這樣吧 它不會 它裡面基本上就是中刮弧 跟大刮弧 為主 好像比較少有那個什麼 小刮弧的這個問題 OK 不過理論上是這樣 大概基本上 那之後如果你要解析 你有個規則 然後你在利用這個範本程式 就可以把它弄一下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把它貼過來之後 那因為裡面為什麼會有需要刮弧 因為它裡面是大刮弧 對不對 所以你打開之後的話 那我們假設它抓的是它前面的這個key的話 那就把這個key給它 就把它放在這邊 加一個什麼 我要抓它裡面的資料 所以其實這個意思是說 我要抓它哪一個key key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當成它欄位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雖然它這裡面有十個資料 但是十個資料 其實你會發現欄位名稱都一樣 有沒有 就是這幾個id name username 一直到company 有沒有這些都一樣 所以 如果你假設要抓哪個 所以其實這有點像抓哪個欄位名稱 有沒有 那未來如果說裡面一樣是中刮弧的話 那你也不用加刮弧 所以喔 因為這邊是大刮弧 所以你就是要加key的名稱 那我們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它跑完 那可以把它抓到四個欄位 不過 剛剛我想說 我要再多增加一個欄位 比如說我想要再抓一個address 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那個 那個什麼 S3好了 所以喔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address裡面呢 又一層 所以變成說 在address裡面 它不是一個單單的文字 而是又一個大刮弧 所以如果又一個大刮弧 記得喔 你就跟他講說你的key是什麼 所以 這個地方很簡單嘛 你就再加一個 這個是欄位名稱先補一下 address 然後呢 如果我要抓這個 那我就再補一個欄位 就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比如說我要再抓一個1欄 那我address 那一欄 那我要抓的是address 的下一個 address裡面的3好了 那address裡面的3很簡單喔 它的表示方法喔 蠻特別的 就是再一個 再一個就可以 那裡面的話 你就給它這個名稱 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你就把它點兩下Ctrl C 然後再把它貼過來 貼到這邊來 保證不會錯 我是建議啦 你剛剛用點兩下複製貼啦 這比較沒事 不然我發現有些人喔 就是 打錯字 機率還蠻高的 那如果你是複製貼 保證不會錯啦 我的習慣是這樣 因為盡量喔 你要想一個方式 讓你的寫程式的過程當中 不要出 任何一點點的錯 真的一點點的錯 就是一個大麻煩 只要卡住 你就覺得很煩對不對 沒有人喜歡 一程式執行 奇怪 為什麼老師你的都可以 我的都不行 對喔 OK 常會有這種 其實為什麼我可以 你不行 其實你會發現我每個細節 都有注意到 對不對 如果假設我有出錯 我還是大概知道說 大概哪邊有錯 馬上把它解掉就好了 這樣寫程式過程 其實也蠻愉快的吧 我覺得 OK 而且其實還蠻有成就感的 一下就 資料就下來了 好啦所以喔 如果再加個address 那當然最後的話 把它run一下啦 當然有哪些地方 如果你有加過 我習慣是個中斷點 為什麼要是個中斷點 因為我不確定的話 我發現有同學 不太會用中斷點 就是直接程式執行 然後錯了也不知道哪裡錯 然後問我哪邊出錯 所以如果我幫你看 我還是會中斷一下 然後配合F8 煮方看一下 因為如果假設你跑到哪邊錯掉了 那你就馬上改就好了吧 你不要全部跑完就錯了 那有時候你也不知道哪邊會出錯 然後把它跑一下 所以執行一下 OK 那當然它停在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按F8 它就是輸出這個欄位名稱 所以又多了這個address 放在這個E1儲存格 然後底下的話 就是分別把這一個物件解析 解析到那個json物件裡面 然後再把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把它抓下來 那比較特別的應該是這裡 所以這一行呢 指的就是address裡面 它有好幾個資料 那我要抓的就是3這個資料 這個address裡面的這一個 所以抓到應該是這個資料 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應該OK啦 然後F8 OK有沒有 就把這個資料 那底下如果沒有錯了 如果假設你說OK 不要再跑了 你就把它中斷點拿掉 然後再按個執行 它這樣全部跑完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好像也還蠻OK的 也比較沒有什麼太 所以剩下來 我是建議各位 後面呢 就是多找一些json格式的範例 來玩玩看 那其實開放資料裡面 有一堆的這種開放資料 可以拿來練習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後面你也可以再試試看 甚至你可以把company裡面的 或者是什麼其他欄位都加 所以後面其實我在雲端上面這個範例 除了加上這個address之外 那我也加上那個phone website 跟company的name 有沒有 那company為什麼需要一個name 因為company你會發現 它這邊好像就有一個兩個三個了 當然我就抓它的name就可以了 當然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抓它其他欄位 可以的 反正你甚至全部欄位都抓到 你的資料裡都可以 應該都知道怎麼抓吧 可是有的時候你就不需要這些欄位 你抓下來幹嘛 反而會造成你的麻煩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預先先在抓資料的時候 就先篩選你要的欄位就ok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那試著把其他欄位也把它抓 多幾個欄位練習看看 那這個做完後面其實你們也可以再找一些其他決勝 那後面其實我還有其他的練習 就是底下其實還有一些有沒有 底下這個紫外線的這個好像 我覺得好像跟那個p2.5好像蠻類似的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你們也試試看好了 這個步驟再多演練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